好 我现在我们还是要教你 讲一下幕后做什么事 至少我们先透过常用转换资料 好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一进入幕后的时候 就是进入Power Query编辑器 透过常用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 各位可不可以理解这个转换Transfer 像例如说早上我要请你们 把桃园市从文字类型改成数值类型 这就是一个Transfer就是转换 可是现在我们这个来源 这个资料原本来自你自己的硬碟 这件事是不是也是属于转换资料 因为我提供给你的档案 我当然是写在哪里 写在PAN这一台电脑 那你们当然不是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办例档案出现惊叹号之后 我们在来源 这边快速点两下修改 我的浏览 我的资料是放在下载 我刻意刚刚把那个收入Clean2改成3 否则我就不会出现那个错误 出现惊叹号了 好 我现在就放在这里 可以吗 我就这边稍微做了一个改变 那个路径就不一样了 好 确定 确定 好 把它复制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不用每次都用浏览了 对不对 直接复制贴上就好了 确定 来源 不让我做好 先跳过 这个 来源 贴上 确定 这个 来源 快速点两下 反正 其实就是我这边也可以用打字的 直接把2改成3 确定 可以吗 其实你刚去很多地方修改 这是你可以了解 它里面有很多地方会出现一些问题 你也可以这样修改 就是说常用 这个转换资料下面的资料来源设定 直接点它 然后修改这个内容 变更来源 因为现在我都已经改掉了 对不对 好 就是透过浏览去找到这个资料夹 确定 确定 然后关闭 这是一样的做法 只是你就不用去4个地方修改了